說的就是台灣國語啦 台灣國語 這樣你敢聽得清楚嗎 對 這樣你敢聽得清楚 我們看到我們冬水河金棠 我們的金榮團 以前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文化 真的是就像台灣的嘉年華會一樣 就像台灣的嘉年華會一樣 對 你看有我們的那個花藝的藝術 這些花車 其實要用一台車要一久 要去裝置一個鮮花車 也是要很久的時間 我剛好有朋友在做鮮花車 他跟我講 一朵菊花要讓它變顏色 最起碼要兩天的時間 所以它的前置作業也很多 那再回溯到菊花長成 要讓它開個花期 最少要一個月 要一個月 對 再把它 變成一台花車 最少要半天的時間 是啊 那你現在今天看到幾台花車 你們自己算一下 它要動作 從一個月之前 開始重啟 其實不要 其實人員要多 因為我們的火 在建桑期 我們說建桑期 因為火不要冷氣的時候 絕絕不要碰人家三天 是 但是你如果碰到人家 像現在陽光的天氣 差不多兩天就冷了 是啊 第一天鬧氣 第二天你會看你的眼灰 顏色不一樣 對 就像女兒一樣啊 會知道你頭髮太多 晚上也會冷氣 對 要多補水 所以現場好朋友 大家這麼熱的天氣 大家都補水 而且呢 你有發現嗎 我們這條龍非常歷史要求的 我發現這尾龍 比我們昨天看到那個五尾 人還要多呢 對 而且你看他裡面有 每一天都是用碟子下去邊的 都是用碟子下去邊的 都是用碟子下去邊的 很傳統的 對 非常傳統的 這尾龍反射比我更多 嗯 比我這麼十八歲 是這樣說的嗎 十八歲 我突然間覺得在頭髮 以後是我頭髮過 是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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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尾龍在我看來 最少有四五十年的歷史 是啊 因為你在現在要看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龍 都比較花俏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們以前 這些傳統龍的一個 應該是說製作的過程 它的配件 其實呢 都有相當的一些 我們的一個歷史文化 你看歐傑邊 邊煮好了 你看現在邊煮 你在整個的街上 你要找 真的是很難找得到 重點是她的鐵部 是 你看到我們一個電台裡面 會看到我們 男人的手機 這不是男人的手機 男人的手機就是我們的鐵部 是 手部的部 你看這個龍的部 要把它煎那麼長 要把它採 去天的龍裡 是 人家要把它摔 立體到面上 這真的工資很大 是啊 其實我可以講 我們的鎮頭 都要回溯到 我們的農業社會的時候 沒錯 以前的時候 我們沒有電視 像現在方便 大家都有Youtube 都有手機 背後就看 以前農業社會的時候 為什麼 都會在頭盤 拚拚 拚看誰比較老人 現在的人不一樣 現在講出來是素質 以前農業社會的時候 就是人很常來看 就是家裡沒有電視 怎麼看 現在大家都在看直播 像我們的現場 也有 請到我們專業 我們板橋小康 還有我們的大夫 正在直播當中 這個影片 這就是為了什麼 為了讓大家 沒辦法來現場的人 不能看到這個老人 這就是社會的發達 但是我們還是要 說到以前的話 要感謝農業社會 那些先賢先輩 留下這些傳統的東西 給我們這邊後輩 可以去傳承 不然以前你知道 是不是人 是啊 你說像有很多 像我長老說 有龍有獅 但是現在的人都 有豬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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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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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說 我們傳統的東西 人家說 鼓勵不必 信你也不信 是啊 對 所以大家保留傳統 再加上 現在 我們有很多傳統議政 他們的創新的一個表演 像很多 像很多 你看到 我們都說是廟貝 才看到的燈頭 你看到現在 國際舞台上面都看得到 對 很多的陣頭 我們都有出國 像我們去馬來西亞 新加坡 中國大陸 甚至到我們到歐美國家 有很多的陣頭 也到那邊去發揚光大 因為這是外國人 沒有的東西 對 這是我們的 應該是說 我們在地的文化 也是呢 應該是說 外國人模仿不來的 因為呢 要就是我們 正常的 例如說 我們這裡的廟貨 孩子 我們在台灣這裡 有時候說 有的都是由 家裡的長輩 開始傳承下來 對 除了呢 在台灣來講 他在全球 已經是一個矚目的 一個廟會 是 對 但是呢 現在 你看我們 你看這樣 動用了多少的人力 是 對 還有呢 我們呢